就是這一包白米 上面貼著南投第二選區 民進黨立委候選人 蔡培惠的名片文宣 對手國民黨油耗陣營指控 疑似在十月份時 蔡培惠在中興新村的光明里 社區活動上發送 在活動前要分發的時候 要把它先用大包裝 遮掩藏在活動現場的旁邊 後面才做私下發放的一個動作 油耗陣營還說 這包米重5.1公斤 市價要150到250元不等 遠遠超過法務部規定 選舉的贈品價值30塊 而且這一包白米 疑似是大量採購 還特地量身訂做的 特殊包裝和重量 市面上買不到 蔡培惠陣營則是拿出影片澄清說 油耗陣營指控的社區活動 其實是個公益活動 是由慈善團體介紹舉辦的 而活動上所送的白米 是慈善團體提供的物資 分送給需要的民眾 米是由慈善機構提供的 然後轉證給公益單位使用 蔡培惠陣營強調 蔡培惠曾宣誓反會選 也多次舉發對手 油耗有疑似會選的行為 他個人是絕不會會選 對手這一次指控送白米 沒有查證 認為是在抹黑 不排除提告 華視新聞十萬將軍手大響 南投報導